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2号表示 朝鲜当天的凌晨约4点 向半岛西部黄海水域 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 韩国和美国情报当局 正在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 韩国军方还称 韩军正在加强对朝监视和戒备态势 同时与美方保持密切合作 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 并且密切地关注朝鲜相关动态 朝鲜三天之前 聚报向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以抗议美国战略核潜艇 时隔42年再次靠步韩国